我们的腰部我们知道啊 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椎管狭窄 耗发部位在三四五啊 三四五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用我们的肘部去什么呀 去给它做一个揉动 做一个揉动啊 好 由上往下 主要沿着它的四五的位置去揉动 去揉动啊 就是在它击凸的旁边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膀胱精神一线二线这个区域 进行一个由上往下的一个揉动 这个揉动呢 要做三十秒钟 每一秒三 这个要做三到五遍 每一遍三十秒到一分钟啊 三十秒到一分钟 大家记住了啊 然后好 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停留在我们的三四五的位置 三四五的位置啊 不过再往下走了 就停留在我们的三四五 但是呢 我们压的时候 我们是从第四腰椎击涂旁开始按压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注意的话 你去按压 会容易按到它的第三腰椎的椎体的横秃 而第三腰椎椎体横秃呢 是最长的一个横秃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按住它 按它以后呢 而且它是容易断的 它一断了以后 两侧的肌肉和韧带的一个附着点就少了 而且呢 它还会导致我们椎体的一个不平稳 而且这个腰三的位置啊 腰三的位置呢 它是什么呢 它首先是我们的啊 听清楚 是我们腰椎的高点的位置 腰椎高点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这样去做 看到没有 横向的这样去拨动 看到了吗 同学们 看到的话试一遍老师 好我们这样去做 能不能看清楚 能不能看清楚同学们 OK 然后把它松解 把它松解啊 把它松解 好 松解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怎么着呀 我们松解完这一侧 然后呢 我们再去松解这一侧 两侧都要去松解 两侧都要去松解 那么首先呢 我们也是用我们的胳膊 右上 往下 去做一个点按 去做一个点按啊 同学们 好 从什么呀 从我刚才说了 第四腰椎开始 去做一个点法 点法 点的时候 一定是向脊柱的方向 斜着45度 去做一个 往里 按压的一个力 按压的一个力 好 点完了以后呢 那下边呢 我们要去点的就是我们的 要无底一的位置 要无底一的位置啊 要无底一旁边的位置 好 痒痒痒 啊 有痒痒肉啊 在模特身上 这个看明白了没有 看明白了 是有我了 好 那么我们用这个松解完了以后啊 可以给我 我们用这个手法松解完了以后 然后呢 再去给大家去什么呀 用我们的手指 去进行一个啊 进行一个 拨动 进行一个拨动 这样去拨动 看到没有 不是动手指啊 不是动手指 是动了 然后用肩 然后用肩 带动我们的整个的手指去做一个什么呀 做一个拨动啊 同学们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的来 示意我 听明白的 示意我了 好 然后拨动的时候 也是从13的位置开始 一直拨到15第1 一直拨到15第1的位置啊 好 那么这次拨完了以后 我们去拨对侧 去拨对侧 两侧都要去拨 但是呢 我刚才 在白板上给大家写出来了 那么 椎广 狭展呢 它一定会引起我们的什么呢 会引起我们整个这个腰椎的啊 腿部 会出现一个交替性的一个什么呀 交替性的一个表现啊 就是说一会我左腿 一会我右腿都会出现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弄呢 我们首先先去弄的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质边穴 质边穴 好 质边穴在哪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环跳 那么我们环跳 也就是在我们屁股的最高点的位置 然后斜着向上 比较直 然后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凹陷 那么这个凹陷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这个 质边穴啊 就是我们的质边穴 好 质边点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去点的什么呢 需要去点我们的 环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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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环跳点完往下走 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 我们的啊 看 去做一个用 用你的手臂部 然后贴在他的 臀横纹的位置 做一个前后的一个波动 前后的一个波动 好 波动完了以后呢 然后从上 也就是从臀横纹 到什么呀 到我锅窝啊 连线的终点的位置 他俩终点的位置 有一个穴位叫做我们的阴门穴 那么阴门穴点的时候呢 将手指垂直放在什么呀 放在我们的穴位上 然后呢 身体往前倾 身体往前倾 好 这就点进去了 点完了以后 我们去做一个推动 褥动 然后 拉着 推 推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松解掉 我们腿部的一个 怎么样 激励 紧张 然后呢 下肢出现放射性疼痛 和麻木的一个症状啊 同学们 好 这个大家明白了 是吧 好 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去左右的去做一个什么呀 轻微的一个晃动 看到没有 去晃动 晃动完了以后 然后下一步 我们需要让什么呢 让患者 侧身背对于我 侧身背对于我 对 然后呢 我们找到啊 我们找到我们的 环跳的位置 环跳的上方 这是我们臀部的高点 环跳在这儿 那么我们找到他的上方这个凹陷的位置 好 直接什么呀 给他点进去 点进去 如果说你用手指操作不了 直接上走 直接上走去点 啊 点的同时 看到没有 往前 往前给他一个什么呀 给他一个推动啊 往前给他一个推动 好 那么做完这儿以后呢 下一步呢 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我们的卡金术的位置 那么卡金术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掉我们腰大肌和我们的什么呢 和我们竖脊肌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很多人会问了 说老师那你光说了这两条肌肉了 那么你腰方肌没有说 那么我告诉大家 腰方肌其实就是咱们进了腰带侧缘的那块肌肉 那么什么呀 那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的腰方肌 就是我们的腰方肌 那么腰方肌呢 这个位置紧张以后啊 其实跟竖脊肌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先去什么呀 先去慢慢慢慢的 好去松解 一直松解掉他的什么呢 松解掉啊 松解掉我们的这个外怀家的上访 外怀家的上访 明白了没有 同学们这个 这个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的来示意我 明白的示意我了 明白了是吧 好 然后两侧 我们都去做啊 我们做完这一侧以后 我们做另外一侧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要让患者平躺过来 我们要让患者平躺过来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要找到我们的中线的位置 中线的位置 那么中线在哪呢 那么中线在哪呢 中线在我们呢 大家来看 我们直接什么呀 我们直接这样去拨 拨啊 去拨我们的胆经 去拨我们的胆经啊 同学们 好 把胆经去拨一下 这样呢 就完成一个什么呀 完成我们的这个松解松解 追管狭窄 我为什么要去拨外侧呢 因为我们追管狭窄发变以后 会影响到外侧的一个疼痛 所以说我们去拨外侧 然后这个时候呢 让患者屈膝 然后我们去做内侧 去做内侧 从上往下去做一个 揉滚啊 揉滚 或者直接你可以什么呀 做滚法 直接你可以做滚法啊 直接做滚法 好 由下往上去做 做啊 好 滚法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让患者屈膝的腿伸开 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去找到它两个穴位 什么穴位呢 先要找到外侧的穴位 那么外侧的穴位 我们先要找的就是我们的足三里 足三里我们要找到外吸眼 也就是我们独鼻穴的下四指的一个距离 紧贴的我们筋骨圆 也就是我们这个大骨头的这个什么呀 圆这个位置 然后呢 有一个凹陷 你直接点下去 便可以找到我们的足三里 找到我们的足三里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没有 明白的事与我 来明白的事与我 明白的事与我 然后呢 我们做完了以后 下一步我们要找的是我们的阴灵犬 阴灵犬 阴灵犬怎么去找呢 大家来看内境外匪 对不对 那么内境 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现在啊 就去找 找到这个位置 去解决掉它啊 好 什么怎么去找呢 看 找到我们啊 阴灵犬往上推推推 好 推到这儿 推不动了 然后这儿就是一个凹陷 我们去什么呀 用我们的两个食指去什么呢 去拨 去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 去拨 去拨 好 拨完了以后 我们找到我们阳灵 阴灵犬 和我们的 什么呢 内怀尖 连线的终点的位置 这块呢 有一块肌肉 那么这块肌肉呢 叫做斜方肌 也叫做一个穴位 叫做地肌穴 地肌穴 好 身体往前倾 OK 这就进去了 这就进去了 好 明白了没有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明白的 来 试一我 明白的 试一我 这就是老师教给大家的一个手法 教给大家的手法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学会了吗 学会的 来 给各位老师打一 那么这个里边呢 最后呢 我们去做 做完了以后啊 然后 回来 我们再去松结我们的 大腿两侧 上侧啊 大腿上侧的一个肌肉 那么上侧的肌肉呢 是我们 公四头肌的 股四头肌的一个肌肉啊 那么这个 松结以后呢 会很好的解决掉 我们 你是一号 会解决掉啊 是解决掉我们 这个腰部不适的一个症状啊 好 一点一点的点下去 一点一点点下去 点到哪呢 点到我们的 膝盖骨的上方 膝盖骨的上方 停止就可以了 停止就可以了 好 学会了没有 学会了没有 然后做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怎样呢 用我们的手部 去给他做一个松结 做一个松结 放松啊 放松 好 去做这个动作啊 放松松结 OK 那么这个做完了以后啊 下一步我们就 做一个 抬腿的动作 首先呢 让我们患者 屈膝屈宽 好 压下去 压到最大极限 压到最大极限以后呢 另外一个手 抬起他的足根部 然后呢 手指虎口张开 攥住他的外怀 然后来伸直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往上去抬 直接往上去抬 好 抬到最高 然后呢 让他停留 停留三十秒钟 然后放下来 再压 看 放到中间位置 再曲腿 再压 好 压完了以后 再打开 再往上走 然后 再曲膝 再压 这个动作 做什么呢 做啊 听清楚了 这个动作 我们要做上他 十遍 做上他十遍 就可以解决掉 我们由于 追管狭窄 所导致的 我腿部的一个麻木 和疼痛 麻木和疼痛 给我弄点手 麻木和疼痛 好 那么做完了以后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用我们的掌根 用我们的内侧 从我们的内侧开始 由上 往下 去做一个 推 揉 推 揉 也叫做旋推法 旋推法 旋推法 旋转 加推动 这不就是旋推吗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去压 一直放到哪 一直松解到哪 一直松解到 它的 好 松解到我们小腿的位置 小腿的位置 会了没有 会了没有 朋友们 会了的 失忆我了 会了的 失忆我 好 松解到我们小腿位置以后呢 然后啊 不 不烫吧 然后 松解完以后啊 然后我们再让我们的患者 面朝 我 这个时候记住哪条腿疼 我们哪条腿向下 然后面朝 与我测试 好 然后呢 我们让患者屈膝 屈宽 然后我们长发的阶段是多少呀 三四四五 首先呢 我们的 怀关节啊 它所放在我们锅窝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所复位的是我们的二三 再往下走 放到小腿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二 而一二呢 也是不常见的 所以说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只需要知道放在锅窝的位置 十二三 再往上放 是我们的四五 好 我现在需要复位的就是我们四五的一个位置 让我们的患者的胳膊自主的向后搭 放松 然后呢 用我们的一个胳膊 将它的臀部 向你腹部的方向 看到没有 去回收 去回收 好 收到最大极限以后呢 另外一个手 好 去什么呀 去给它做一个晃动 看到没有 晃动 OK 晃动到最大极限啊 然后开到上面 放松 OK 两截就完成了一个复位 就完成一个复位 这个复位的就是我们的四五啊 四五 学会了没有 对 换侧向下啊 换侧向下 大家学会没有 学会的 适于我来 学会的适于我 这就是我们的礼金手法 加上我们简单的一个复位手法 其实按正常来说 我们追管下载有很多方法来解决 很多方法来解决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做完了这个 然后让患者最后再趴过来 趴过来以后 趴过来 趴过来 趴着 趴过来以后 然后呢 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掌根 找到他腰部的位置 给他去做一个 放松 放松 快速的一个抖动 啊 快速的一个抖动 OK 这侧也是一样 快速的一个抖动 好 抖动完了以后 下一步我要去松解的就是我的胸 呦 这个腰房机的位置 这个腰房机的位置 那么腰房机在哪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系腰带的位置 然后呢 再找到我们的第十二类 他俩之间的终点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腰房机 那么我们松的时候身体往前轻 好 往上挑 一轻 一挑 一轻 一挑 看到没有 身体往上去挑动 这个时候就可以完成什么呀 完成他的这个松解松解 看到没有 换腿在下啊 换腿在下侧 换腿在下侧 追管狭窄的 大家记住啊 换腿腿是在下侧的 在上侧的话 你只你要两边都要正 如果说你换腿朝下的话 你只需要复为一侧就可以了 复为一侧就可以了 明白了没有 同学们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老师呢 就给大家 这个讲到这了 好吧 同学们 大家学会了没有 来 学会的是一位老师 学会的是一位老师 学会了没有 学会的是一位老师 我看有多少人学会了 明白了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个手法啊 大家学会了以后呢 到时候呢 我给大家来留下作业啊 来 把这个上头抬上来 好了 好